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动作啊 在家里因为大部分都有椅子 或者你有餐桌椅 那我们会练习的就是坐盗站 那坐盗站顾名思义就是 直接从坐的姿势 然后这样子站起来 那坐盗站的部分 比较像是在练习下肢的基地 会跟我们从蹲室马桶起来啊 或者坐到椅子上啊 这些都比较有关联 如果我们要做这个练习的话 双脚与肩同宽 然后接下来呢 脚可能要稍微放后面一点点 因为脚如果放太前面的话 您坐起来瞬间就会往后倒 我们再注意一下 就是脚一定要稍微往后放一点点 那接下来呢 你要坐起来的瞬间啊 其实就记一个口诀 就是要先鞠躬 然后脚又另一踩地板 再一次喔 有点像鞠躬 然后再坐下去 鞠躬 然后再站起来 那也有些人说 那这样会不会伤膝盖 那其实啊 只要您的膝盖的方向 都是保持在脚尖的方向 然后我们做一个鞠躬 然后再站起来 对比较困难的一些年长者 那其实您也可以用稍微手扶一下大腿 然后再做跟站 那如果您觉得这个动作已经太简单了 第一个方式是把椅子的高度降低 让你需要站起来是更长的距离 那第二种方式是您可以稍微把其中一只脚 放前面一点点 因为放前面的这只脚就是会比较不好处理 所以原本可能是50 50 那因为你脚放前面之后 可能就会变成70 30 所以我们这样子做做看 一样一个鞠躬 然后再站起来 这时候就会发现右脚的受力可能比较大 我们再鞠躬再坐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也怕说年长者 可能不管是过马路啊 走楼梯啊 有跌倒的风险 所以我们下一个动作是要介绍平衡 我们在做平衡的训练前 一定要确保环境是安全的 所以第一个方式是 你在前面一定要找一个有扶手的椅子 然后第二个是您可以在后面就是床 就是你一围闲就往后跌 这是最安全的 那我们第一个动作 其实练习的就是单脚站 单脚站的时候啊 我建议大家就是先稍微扶一下 然后选一只脚勾起来 如果你觉得站稳了 手就可以离开了 我们就这样练习单脚站 那一样可能对大概50岁以内的族群啊 这件事情好像是再容易也不过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从70岁开始 单脚站10秒 就大概赢过同年纪的50%的人了 也就是说 70岁80岁90岁 你要让他站10秒 其实都是有困难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跌倒的风险是相当高 所以我们再练习一次 就是手可以先稍微扶着 选一只脚勾起来 如果站稳了 手就可以离开 那做过程中如果真的快要跌倒 就手扶没关系 或者就直接往后倒也可以 那如果觉得这件事情变得很容易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单脚挑战 然后可能是手离开 一种是膝盖尾弯 停留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是 就是脚伸直的情况下 然后眼睛闭起来 那这个就更难了 因为我们有做过统计 大概70岁以上的年长者 你要单脚闭眼站3秒都已经 你能达到3秒或5秒 就已经是平均值了 这个其实要确保家里可能有家属在 或者是环境是安全 在自己执行会比较好 那我们刚刚有示范三个动作 那分别是 坐到站 跟单脚的坐到站 还有一个是 单脚站立的平衡 那前面两项 因为比较属于肌力训练 其实只要你做到 有一点点抖或酸或没力气 其实就可以停下来 那为了让大家方便记 其实就是每次 我希望你总共能做30下 但这30下你要怎么分配随便你 比如说我早上做10下 中午10下 晚上10下 或你想要一口气再晚上做30下 也可以 那这个是次数的部分 那我们会希望说 您做完一次肌力训练 大概可以修一天 然后接着再做 所以会建议一周三到四次 好 那接下来 像单脚站平衡的部分 这个更好记 就是一天可能花5分钟去练习就可以了 刚刚比如说 我们单脚站5秒 就跌倒下来了 那这样至少就占了5秒 但我希望你一整天下来 总共累积单脚站的时间 可能有5分钟 那这样就足够了 那平衡的话 因为它本身不会对肌肉 可能有一些微撕裂 或有一点微创伤 所以几乎是每天都可以练习的 那以上这三个动作给各位去参考 但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